各位书友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OT凯书 两点水的写法 这个两点水呢 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笔画 这个偏旁步手 它也是一个比较代表的偏旁步手 为什么说比较代表呢 首先我们来学习 点一下这个偏旁步手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一点 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点 这个点呢很有意思 它这个地方带了一个尖 古人说点如高空追死 它像一个石头一样追下来 第三点 第二点 这样的 它变成了一个呢 提 这个提的指向 它是指向第一点的末端 这两个点的距离不能太近 也不能呢 太远 要这个要合适 好我们呢 再来学习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点 它怎么写 第一点 顿笔下来向上走 向下走 然后这个地方呢 撇出去 这个点就出来了 当然这个动作 当然这个动作 它是在这个笔画里面完成的 比方说你们看一下 你看 这个动作是在笔画里面完成的 但是你不能够怎么写呢 这样写 这就叫描字了 画字 好 第二点 变成了一个题 在它的下方 先写 先这样切一下的 切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笔 向上 提上去 它的指向 指向这个地方 上方的这个轮廓线是直的 这个地方一个切角 这个地方呢 一个圆 投进度位 都要体现出来 好 我们再来呢 学写一下 这个 两点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呢 向上提 指向它的末端 我们来写一个 带有两点水的字 比方说我们来写一下这个 冷字 冷 好 我来先学习一下这个冷字 大家呢 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写字的时候 这个笔呢 基本上是垂直的 但是如果说我的笔垂直了 大家可能看不到 所以我就把笔呢 稍微倾斜一点点 这样的目的是为了 让大家能够看清楚 这个运品啊 好 我再来写一下 这个文件看一下 地板 这样的打开 撇了 要打开 下方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痕 这样的 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树点 它和这个地方基本上是对峙 然后这两个横要扛肩 要注意这里 撇的末端低 纳的末端相对来说高一些 这个肩它是指向下方的 这个地方是一个圆街的 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个地方 是圆街 两点水刚刚说了 指向这里 然后要高 这里 这个面子撇那要打开 这是这个字的一个学法